纽约是一个卧虎长龙的文化之都 记得了很多华裔的音乐眼才 第二届华语摇滚音乐节 就是一个会去本地华裔流行歌手的声会 在这些华语原创音乐节上面 共有七支目前在纽约发展的华裔乐队演唱 他们的风格各异 有爵士 有钟摇滚 也有名歌 除了华语以外 这些年轻歌手也有尝试以英语创作 旅居纽约 是他们吸收不同文化的一个好机会 你觉得纽约会有这个土壤吗 有 因为纽约也有很多年轻人 然后也很多新移民 其实我们都需要有一个音乐的舞台 我们的头脑是用英文思考 可是我们的心还是讲中文的 所以 其实在创作上面 大部分 还是用中文表达 会比较贴切一点 我觉得像英文跟中文都是 就是我们要去表达的 并不是说 那只是一个语言的方式而已 只要表达方式 可是其实基本的理念 我们都是还是保持原有的 因为我是在中国长大的 中国是我的母语 中文是我的母语 所以说 对创作中文的时候 我会感觉比较亲切 这些乐队都是独立的音乐人 而有些歌手 像V-Win Fang Liu 虽然得到了一些唱片公司的青睐 但她还不急于签约 她跟希望 与符合她创作录像的公式合作 是真的 是真的 全是宣言 这不惜 叫做万里的谎言 这将全是迈你在表演 你装成世上最好的男朋友 让人看不到一点缺点 这不惜叫做万里的谎言 你主角只是在有情出演 假装成世上最新鲜的人 让人看不到一点 主办者希望这个音乐节给歌手一个演绎自己作品的机会 也让歌手们有一个交流的平台 是海外的华语歌坛不但壮大 美国中文电视 陈上我们的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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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